字幕 李宗盛 好了,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星期三下午高盛卵政突躍卵政搏擊 小弟Johnny 朱銘良在這邊 我們每一個星期都會請來的嘉賓就是 高盛亞洲衍生工具部 董事總經理孫明哲 Gary 和我們一起講一下渦卵、簡選方面的問題 要注意的風險問題 今天Gary都要和我們提醒一下風險 Hello Gary,你好 Johnny,你好,大家好 為什麼會說到風險呢? 其實看回過去的三天,不算今天 上星期五開始 正正是因為這個新型的變種病毒的一個出現 令到恆生指數三天內跌了接近1300點 在這麼大的波幅之下 很多的投資者都一定有損失 因為恆子也創了今年以來的一個低位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Gary 很多人過去那幾天都不斷買一些指數的牛證 不斷在這裡累積 希望拼反彈 但是難不防連續跌了三天 很多的恆子街貨都被人收了 其實這個我都想正正是一個風險 想和大家借著這個機會去分享一下 因為很多時,譬如說指數 無論是指數也好,還是過股也好 其實道理一樣的 其實一旦跌得急或是跌得深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投資者都會開始想做一個搏反彈的部署 而他們搏反彈的部署 其實從來搏反彈都不是容易的 第一,就是在什麼位置入市呢 是不是 比如說,你26、29、30其實加上天天都會下跌的 那如果你26日入了那些 29日你就坐著了 最理想的當然是昨天買,今天彈回上來 但是,是不是這麼容易捕捉得到呢 這個體位這個機會呢 我想就要比較專業一點的投資者 才會比較好一點 經常都說的,駁反彈應該是專業一點的投資者才去做 第二,就是選哪一隻來做駁反彈 譬如說,究竟我恆子呢 還是拿籃籌啊 還是拿課網啊 這些都是一些考功夫的 那就不是容易,我知道最近是多人用恆子的 那因為我想比較一個麥克風表 就是,尤其是現在,我想股市裏面 都沒有什麼說,哪一隻特別有一些major的 theme 或者是一些氣氛的時候 可能都會用一些恆子 但是,而最後呢,就是用什麼產品 那大家都會覺得,用牛證,那個槓桿高一點啦 也都是用牛證是會沒有波幅影響啦 那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投資者會喜歡用的產品來的 但是呢,在這三天裏面呢 正好剛才你說的那件事呢,就告訴我們 原來呢,牛熊證是有風險的 嗯 原來牛熊證呢,是有一個叫收回風險在那裏 大家就不能夠忽視的 一方面呢,大家看得到,就是那個叫做 那個槓桿會吸引一些,沒有引申波幅 較少引申波幅影響 這些都是大家都,好像一路都念書那樣念出來的 但是實際上呢,那個收回風險呢 其實是存在,也都是挺難處理的 那譬如說,好像,如果你在26號買了 剛才你說的,26、29、30 就是上個星期五,本週一二,其實是連續跌的 嗯 如果你26號買了,然後跌到去26,然後29號回來 一跌跌了,跌開了 其實如果你稍微猶疑,不知道究竟這個應該止節呢 那去到30號的產品已經收回了 就算你當日26號是用了一千點以外的產品買呢 可能都會收回了的 嗯 那這個呢,正正呢,就是告訴大家 除非你是一些比較專業,很當機立斷 你知道自己,究竟為什麼在用牛證 或者說牛證呢,甚至是沒有辦法可以給你 去坐定定去想,或者去猶疑 那因為當你一猶疑,而那個market不再等你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出現了一個收回的狀況 那這個呢,就是投資者的風險 那所以呢,不要經常以為,啊,牛紅證就很穩定啊 很穩定啊,很好成啊 其實仍然是有風險存在的 那而我們經常去跟投資者提醒的就是,第一 如果不出現過一些情況呢 很可能大家就不能夠容易聯想得起 經常講風險,究竟是什麼風險才可以的 那,現在過去那三天的狀況呢,溺溺在目 那我希望呢,今節呢,大家看完呢 就真的可以聯想到,哦,原來牛證都有一定的風險 就算我買得遠,原來都是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可能我反應不及啦,甚至無可能 那個急高的程度呢,是比我想像中大呢 記住哦,跌市呢,一急起來呢 往往都是比升市快的 那而投資者一般呢,也都特別喜歡低位用牛證的 那所以呢,如當的市,如果是連續下跌的時候呢 那那個風險呢,其實都頗高的,那投資者呢,要留意 嗯,是的,正正呢,就是過去那幾天呢 見到呢,恒指不斷向下跌的情況之下呢 很多的牛證被收回,那這個呢 也是,牛證本身呢,都有一定的風險 就是,剛剛Garry都說了,不要以為選得遠就沒事 啊,那個市跌得急起上來的話呢 有時候想轉手,或者是想平倉呢,都比較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Garry,我們要做的情況之下 但是,投資者就會擔心,你跌得這麼急 那個引申呢,可能都是一個問題 哦,引申在這個情況之下,是不是真的一個問題呢 我們退回後一步來講,好嗎 我們退回後一步來講,其實有幾個層次去解答這個問題 第一樣東西呢,就是,其實是否反彈 那這個投資者自己再要暗示呢,是不是 第二呢,就是反彈的時候,用什麼產品 那這個問題呢,就是反彈的,就是反彈的 那很多人呢,他們心裡想著呢 就是,渦輪危險的,牛熊證沒有那麼危險的 其實這個概念,也都很多人說,嗯,波幅,我很擔心 牛熊證沒有波幅 那我想這個呢,就是導致了為什麼呢 很多好倉,很多時候都會在牛證身上 那但是呢,你再退回一步,後面想一想的時候呢 其實你就會在那裡想 其實,究竟,窩卵又是不是真的一件這麼大風險的東西呢 會不會其實是,牛熊證又是不是真的一個沒有風險的東西呢 會不會大家,我知道以前很多人呢 他投資窩卵的時候呢 因為他們可能又不明白波幅 那因此呢,就可能會有損失 然後呢,就覺得,嗯,牛證好一點了 但是到了牛證,有損失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嗯,窩卵好一點了 那究竟什麼東西是最好的呢 那,剛才我們不是談過的嗎 我試一下舉一個例子 我覺得呢,選產品呢,應該要剛剛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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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一個optimal solution 那,這個世界是什麼叫optimal solution呢 就是什麼叫剛剛好呢 我想,我會試一下用這個例子 我想,很多人呢,都會選地方住的時候呢 你不會想住在北極 因為大家都知道北極太冷了 那你說,嗯,如果這麼冷 那去熱的地方,去非洲了 那,非洲呢,又可能太熱了 嗯,嗯 那,於是乎呢,其實原來呢 過分極度extreme 其實去到兩個極端呢 都未必一定是最合適,最好的選擇來的 嗯,那發現呢 原來大家就發現,咦,原來香港是最好的 香港,我們的天氣,有冷,有熱 那,仍然我們會流汗,仍然我們會冷到震 但是呢,起碼是在一個能夠接受到的範圍裡面 而不是去到極端 那,同樣地了 如果我們將,如果我們將這兩個極端 就比喻成為呢 好像牛證和架外的摳卵一樣 架外的摳卵完全是受波幅影響 OK,那所以呢,其實呢 只要波幅動一點點 就是產品已經不跟 甚至乎呢,已經是會有損失 反過來,牛證呢 好像就不受波幅影響 Delta夠大 但是呢,它會收回風險 OK,那於是乎呢 就算你,就算你 就算你 覺得第一日,第二日 OK 收回了,第四日彈回來 已經是沒有用了 嗯 OK 那所以我們想找的呢 就是說 我們想找呢 就是說,風險呢 無論怎樣都有的 要是波幅,要是收回 那究竟我們有沒有些中間 剛剛好的風險呢 大家要記住,你買的窩卵 是買的槓桿 所以呢,風險呢 怎樣都要承受的了 無論怎樣都好 不過呢,有個問題 就是什麼叫做 剛剛好的風險呢 那我們呢 也都可以試一試 就說,看看 如果我們呢 是找到一些產品 它的對沖值高 就是像牛證 但是那個波幅敏感度低 就是呢 即是呢 可以,即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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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address 了我們平時擔心的波幅風險 那這樣呢 這個產品呢 就會在風險上面呢 不是最極端 不過呢 是在中間,剛剛好 那有沒有這樣的產品呢 就是我們經常說呢 用三部曲來做篩選呢 去找回一些鐵價的產品 篩走一些短期的產品 然後我們的期望是什麼呢 找到一些三至四成 甚至是更高的對沖值 而波幅呢 波幅風險呢 最好呢 就是低於五成 甚至是再低於三 OK 這樣的產品呢 就會令到我們呢 可以盡量接近這個 剛剛好的概念 即是什麼呢 即是你既有牛證那種對沖值 OK 那種高的對沖值 也都呢 也都呢 就是什麼呢 他也都呢 避開了平常大家害怕的波幅風險 隱身波幅 那沒錯了 那這樣呢 就會是一個剛剛好的選擇 所以呢 大家記住了 不要一定呢 就說覺得 要是呢 我就選最便宜的Colin 要是呢 我就選最便宜的 也就選一隻牛證 其實兩者呢 很可能都是各有了極端 嗯 如果大家呢 真正能夠掌握得到的技巧 而能夠找到剛剛好的選擇呢 OK 那這樣呢 即是呢 大家呢 已經是對波幅 或者對衍生工具 有一個好的概念 而我們經常性在這裡 重複又重複講 說這個 貼價產品啊 三部曲啊 正正就是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協助到大家 了解這個概念呢 以及呢 找到一些剛剛好的產品 嗯 那今天呢 我們不如就用一個例子 來教大家怎樣選一些 剛剛好的產品 不如就拿近期的 一個跌得比較急的版法裡面的 是龍頭股份 27號銀河娛樂 所代表的 豪島版法去做一個比較啊 嗯 好啊 如果我們現在呢 試一下這樣做呢 就是那句 用三部曲 我們去這個 卵政選搜尋那裡 挑任何娛樂 我們找回這個 那個貼價一點的水平 我們當41至46元 10%鬆一點 然後呢 我們要西走一些 我們要兩個月到期日 大過兩個月 還有街貨呢 要低過兩成 嗯 嗯 那麼我們如果這樣去選擇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呢 市面裡面呢 其實只有十隻產品 符合到這個條款 嗯 都很少啊 是嗎 嗯 十隻 好了 而當中呢 你會看到呢 會好像有這隻 27341 嗯 大家看看 第一隻呢 就是一隻十對一的產品 所以呢 每一隻呢 每一份呢 是三毫多指的 貴一些呢 而下面那些大部分呢 都是那些五十對一的產品 性價就小一點 是的 所以呢 那個價格就小一點 所以呢 大家就要留意這兩隻產品 所以呢 入場費的門檻會低一點 OK 但是大家在說的表現 差不多而已 那我就會覺得 這一些產品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剛剛好 原因是什麼呢 用完三部曲呢 不一定是對的 大家都還要看一看 到底出來的產品 是不是需要我們的 剛剛好選擇 嗯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呢 我講過 對沖值一定要高 尤其是在現在這些為止 因為對沖值高呢 波幅敏感度就是會低的了 兩個東西 一定是這樣 hand in hand一起走的 如果你看看我們 好像這隻 27341那樣呢 它的對沖值呢 去到4乘4 OK 嗯 如果那個引甘波幅敏感度呢 是3 好了 那你就會 剛才我們講過 這些指標呢 大家就可以當是 其實大過4成呢 或者其實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叫投資者 用3至4成的 其實大過4成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高的對沖值 嗯 而如果它的引甘波幅敏感度 一般我們都講呢 譬如說 不要高過50 那樣 現在這隻呢 如果低於3的話 也是一隻比較低的 引甘波幅敏感度的產品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能夠平衡到呢 我們想要平衡的東西 就是呢 我希望呢 好像牛證那樣跟到 但是又沒有牛證的收回價 我也都呢 想好像牛證那樣 不要受太多波幅影響 但是呢 我又不用要 我又不用要那個叫做收回風險 那你怎麼可以做得到呢 那你就要找一些剛剛好的東西了 嗯 我仍然是給出 是不是 我仍然是給出3%的引甘波幅敏感度 但是我換回來的呢 就是呢 我拿走了我的收回風險 嗯 如果呢 如果呢 我拿走了我的收回風險 但是要換個9%的引甘波幅敏感度 那當然是不肯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是用3或者留下 來換走我的引甘波幅風險 那這樣呢 反過來呢 就會可能是一個比較 就會是一個 一個 是不是一個 那麼 投資者呢 就可以由這個出發點 去衡量這樣 是否一個自己覺得值得去做的一個交易 那其實這些參數呢 全部呢 都是投資者可以很透明去選擇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交易來的 你用著一個風險去換一個槓桿 你用著這個風險去取代第二個風險 如果大家呢 可以在這方面呢 多點參加 多點了解 而在適當的時候呢 運用這些產品的數據 來去選擇一個合適的產品 以及去避開這個市場裡面的一些 一些風險之餘 也都可以拿到槓桿 那就真是能夠拿到剛剛好的產品呢 那這個呢 就是希望 聽了我們節目的投資者這麼多 這麼久以來呢 試一試看可不可以這樣apply 試一試可不可以這樣去幫到他們 去處理自己的決定 嗯 這樣的話呢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 或者就是可以把損失呢 盡量減少 那麼就選擇一些適合的產品 今天教了大家銀魚的啦 好了 Garry 我們今天呢 節目呢先到這裏了 那麼 高聖論證大約論證搏擊 我們要休息兩個禮拜 Garry呢 都要有事處理 那麼我們呢 我禮拜回來之後再跟大家見面 差不多 我們去看看 我們去看 我們每一次的經濟 都會支持我們 還能不能說